明镜火拍和六度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什么 还有哪个台 何先生 所有台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晚上的十日谈之六呢 现在开始播出 有请我们的主讲人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 您自己的话筒被我给关掉了 您得自己开一下 谢谢马先生 谢谢马先生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韩奎女士 还没休息 看到了新歌 看到了李斯基 更有趣的是 我的节目在想点就点 刚刚播出来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打赏 而且是两百大洋 不但两百大洋 而且带动了很多人来打赏 不过有一点奇怪 说老马的胡子很亮 只能打赏三块九毛九给我 那是打赏老马的胡子 还是打赏我的节目 我弄不清楚 肯定是老马的胡子 人家继续明白了 继续留下去 继续留下去 那么今天这个节目 也是临时凑上来的 因为我想一想 今天是阵亡 将士的今日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今天是不能高进的 那么我看到新歌 还是看到谁在批评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说 将士节日快乐 是新歌在批评吗 是不是新歌 新歌的事情还对 我看了新歌的 新歌批评 这个是不对的 僵士们以他们的生命做代价 换来的我们就是 应该是欢笑的日子 美国人对这个死者的敬意 有时候留下的就是欢笑 你去参加他们的追尸会 白人的追尸会 经常哈哈哈哈大笑 一个尸体停在那个地方 遗体停在那个地方 旁边这些人就偏偏 讲他的好玩的故事 因为希望他走的时候 留下给我们的是快乐 留下给我们的是幸福的 这个记忆 这就是中西文化其中的 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么我的一些朋友 他们的家人在去世的时候 还有一个差别 就是有真教信仰的人 他们没有像没有真教信仰的人 表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他们往往是比较庄重 他们内心世界可能是痛苦的 可能是忧伤的 但是呢给外界的感觉 还是比较的正定 比较的庄重 我们中国人尤其像新歌 他们的西北地区 对不对 有人去世了以后 就喜欢 一定要哭出眼泪 一定要趴在地上打滚 那一种文化是不同的 虽然今天是美国的将士纪念日 川普总统 向这个 还有国防部长 还有副总统彭斯 这个向这个市区的这个将士 表示了敬意 而藏在地底下 已经好长时间的 半登的前副总统 现在的可能是民主党的 这个总统好行人 也从地下室爬出来了 这个向将士们表示敬意 但是在这个时候 更多的美国民众 是表现出快乐 今天很多海滩已经开放 今天很多人开车出去 去看这个风光 所以我做节目一开始 虽然心股给我打了200大洋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要对他的提出批评 你不能川普总统什么都批评 川普总统给我们带来快乐 你也批评 那是不对的 我对川普总统最不高兴的 就是老是骂别人 这个我不太高兴 因为我不太喜欢制造一种敌对的 一种仇视的这么一种感觉 我觉得政治的见解 都是我们人类本身的一部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思想 我们彼此之间都应该有一种 绅士的风度 那么但是川普总统今天说 将士给了大了快乐 你看看我的背景的声音 原来是一个意大利朋友 现在的意大利的朋友 已经走了 老人家已经走了 那么就换来了 这个印度的这个朋友 印度的朋友 跟印度的朋友 还有点不同 印度的朋友啊 给人更快乐的感觉 更快乐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后面 如果有一点嘲笑的声音 大家先不要这个 影不影响我不知道 如果影响的话呢 我就再搬一个地方 而且我现在这么一个啊 这个 时外的做节目 也是提醒给自己 不要做节目做得太长了 因为一口气 讲上三个小时 不合算 然后把一个内容 混成三次讲 也许得到的赏金 比一次得到的赏金 要多一些 今天啊 我给老马 给了四个标题 可能我讲一讲 我就忘记了 什么东西了 所以老马先生呢 要及时提醒 比如一个题目 讲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你觉得差不多了 就告诉我要讲下一个话题了 你的我没完没了的 无锈无止地讲下去 因为要讲起来的事情呢 东南西扯啊 可以扯无限的远 比如说我们讲 习近平 大家最喜欢讲的是 这个他的情人 他的女人 那么这种关系 因为情人和女人 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今天的 香港的 这个产生政治变化的 一个根由 对吧 这个大家我相信都知道 其实这个事情 你真实地了解起来 其实是一个乌龙 其实是一个乌龙 习近平有没有情人 我觉得有情人 也是正常的 但是只是说呢 那些讲出来的 关于习近平情人的故事 实在是小说 而不是呢 这个真实的新闻事实 因为真实的新闻事实 大家是很难弄清楚的 因为中国的这个资讯 他完全实行这个 拦截技术 三阶技术 我估计以前的 习近平的 少少的朋友 附近的朋友 都会讲一些 这样的东西出来 但是中国的网广 网广 网广 早就把它删得干干净净了 那么早几年啊 有一门这个生意 我不知道今天 在中国藏不藏的 叫删铁 删铁 你先付钱 他就给你在全国 你要删多少都可以 所以听说很多的 网信办的同志 就是靠这个东西 发大财 那我不知道啊 因为我很少上 中国的这个检索的网站 那么呢 这个讲到习近平的 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 中国的网站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但是至少海外的网站 那错误北枝 你就像比较少为 您说一点的 这个维迪北科 维迪北科 维迪北科是一个义务人士 就是大家一业余时间 进行了这个 这么一个网络的资讯平台 讲老实话 做这些人的 做这些工作的人呢 很值得我们钦佩 很值得我们钦佩 但是他们自己是 能够的自己的人手 专业性 也实际上呢 对这个维迪北科的 这个资讯的真实的程度啊 也是使我们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要小心一点呢 因为毕竟是业余资料 我们查资料的时候 不要以为一查到维迪 马上就相信了 维迪是提供了一个资本上 基本上的线素 而且运营的上面 上去填就上去 上去填 有一多啊 有一个人还见了一个 关于我的这个 这个背景资料 完全是瞎编的 其中还编的 有个很精彩的一个场面 所以我在1989年啊 去了北京饭店啊 一个间谍城的一个地方 原来我在那里啊 城市这个新闻报道 好像零下之一啊 当时我就是间谍一样的 实际上我1989年 六四时间在北京饭店 那个一个地方 是极度的威胁 我就跟香港记者住在一起 住在一个房间 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 写这个局势分析 小的评论和分析 所以涉及了很多的内幕 那么因为太敏感 其他的我几个同事啊 香港明报 就是香港明报的记者 我们当时整个有四个文字记者 其中有一个女的 她当一个女记者住在一起 我们另外两个男的 还有我 我们住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每一天 像我的那个房间 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个天门广场 那么就是很好的景色 所以很多媒体 都会跑到我们那里去看 因为我写的东西 特别的敏感 所以我经常在洗手间写 在洗手间写出来的时候 我就伸一只手啊 打声招呼 那么这个吉他 我的香港同事 赶紧就把我的稿子接过去 然后在传论机里面传走 然后跪一下子 再伸手的把那个稿子给我 我就把它撕塞啊 在那个马桶里面冲走 因为那个时候 我再开始写了 比如说建议开始的第二天 我就去了罗高桥 我就去了北京的周围 写出了第一篇 惊心动魄的报道 这篇报道就讲到了 解放家的建议部队 不是简单的三十八军 而是来自于各大军区 有的是一个师 有的是一个团 那我立即明白 这就意味着 郑小平对军队根本就不放心 让军队之间彼此形成一个 牵制性的一个作用 所以当时我的这个报道 出现在香港明报上面 后来香港的港支联呢 把这个当年我们写的这个报道 的所有媒体的第一版 都把它复印出来 我现在有一大本啊 就是这个当年的这个报道里面的头版 当然我有时候的文章第二版 有时候文章在第一版 那么那些文章现在看起来 当然也有很多的错误 尤其是当时我在 我在二十几岁 1989年 我是二十几岁 我是1965年生的 对吧 二十多岁的这个 人能够了解的这个 这个情况知识的背景 观察力都很差 但是即算是这样 也应该是在当时候的香港媒体里面 能够写到 军方的高层的 这种变化的 就是那模式比较强的一些文章 我冒动那么大的一个危险 如果你要有一些人为了 这个同行的竞争也好 政治的想象也好 要把你恶毒一下 要跟你写一个故事 写到危机去 幸亏后来有人很快到危机去举报 说你这样不能太捏造 和平同学的故事了吧 那么危机很快就取消了 那么这个 但是很多危机的资料 未必能够完全取消啊 未必这个准确啊 你比如说现在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柯令林 对吧 柯令林呢 是习近平的这个第一任夫人 她的这个另外一个名字 好像叫柯小明 那么危机关于她的资料里面 你看讲到柯华的条目里面 马先生你看看 他那个上面就讲到了 这个柯华啊和张明嘛 她的夫人叫张明嘛 那么这个 就是有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 三个女儿 其实这个柯华同志啊 有三个孩子三个女儿 你不相信 马先生拿出当今的照片出来 三个孩子三个女儿的照片 我给了你 你看看 是这个照片吗 对对对对 我们猜一猜 哪一个呢 是这个柯令林 我只给大家提醒一点 这个柯华呢 两个女儿是在银安出生的 那么最小的这个女儿 就是柯令林 是在这个北京出生的 不不不不 是北京 她是西安 我忘了啊 我不能肯定啊 反正不是不是银安 OK 那么这个 银安的那个了 最小的一个女孩 那么这个柯华是什么人呢 柯华呀 跟我们在这个网上的一个 经常给我打赏的一个博士号 他们是老乡 他是潮汕人 潮汕人我们知道 讲广东话呀 是是这样听懂的 这个李嘉诚先生 就是潮汕人 他资助了这个山头的 山头大学 李嘉诚先生 那么潮汕是 最会做生意 他是广东普京人 原来叫林胜什么什么 长安是什么 那个名字很丑 但是他是燕京大学医学院的 读了书 1937年 他就到了这个银安 到了银安参观 这个一番以后 很激动 后来就去了这个八路军总部 在八路军总部的时候 他就碰到了谁呢 陆定一 陆定一就说 哎呀 参加革命工作嘛 不要让家里受影响 最好改一个名字 改它简单一点 那这个林先生就问他 他说我能不能给两个字 可以 他说可以 那这个柯华就说 那可以 那我就干净应可以的可字 加一个木字旁 然后就是 我是中华 这个后面是中华 所以他的名字 林先生就改名呢 叫柯华 柯华实际是 他的一个画名 林华后来是成为呢 抱歉啊 西安市委 崔军部长 也是西安市委的副书记 那么这个西安市委 当时受于谁领导呢 受于西 啊 不是西南 西北 西北 军政委员会领导 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 管党务的 就是习正春先生 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柯林林 后来和这个习近平 能够成为夫妻的一个背景 也就是说呢 他们的父母 是原来上海的关系 但是在柯华 他跟习正春的方向不一样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中共啊 开始慢慢跟国际社会打交道 缺乏一批呢 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在军人里面 选拔了一批所谓的将军 有文化背景的人 来当大使 为什么形成将军 而不形成在北区里面的 这些知识分子呢 这个在红二代啊 我有一个节目叫红二代谈 红二代在明镜的历史台播放了 其中就讲到了当时乔冠华 他们怎么发展起来的 五十年代为什么是将军 那么其中的这个红二代就告诉我 他说因为啊 这些知识分子 你要他们当大使的时候发现有问题 他们讲起了一套一套的 真正面临去 真正出了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主意了 缺乏前驱观点 缺乏政治啊 这个啊 接手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请了一些将军们呢 到外交部工作 那么这个柯华呢 他不属于一个将军 但是呢 他属于军队里面的一个 一个领导者出来的 他是八路军吧 他是1937年这个这个 这个参加所谓的中共革命 那么他到了外交部呢 由于他长得啊 这个比较的啊 有这个温温鱼雅的样子啊 跟马先生差不多 所以他的第一个职务啊 就是外交部啊 他不是第一个职务 他是外交部第一个 第一任的礼宾师师长 礼宾师师长 他也是后来的外交部的 雅辉什么 雅辉欧啊是什么什么 雅辉什么什么 有一个什么 反正几个州放在一起的司长 第一任 那么他也聚在过了这个 他当过第一任的费州师师长 他在非洲一些国家 担任过大使 那他外交系统里面 最重要的两张经历 第一段经历 是聚菲律宾 聚菲律宾 所以他跟当年的 菲律宾的很多领导人 都很熟 若干你以后啊 他都回访了这个菲律宾 因为他退下来以后 给了他一些特别的角色 所以柯华啊 他在中国的外交系统里面的角色 跟一方的大使都不同 我回头再讲 那么他在1978年 1978年 他就成为了中国的 聚英国的大使 那个时候啊 华国锋同事 还是国家主席 还是这个 不是国家主席 党的主席 对吧 军委主席 还有什么主席 去英国访问的时候 就是柯华在任上安排的 一个非常这个闪光的一个经历 但他最重要的还不是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柯华 这个参加 是中美 而不中英就香港事务谈判的 主要的中国代表 因为最开始接触的时候 开始要中英双方接触嘛 外交接触 所以我们马先生可以看一张照片 那么像这个柯华当年跟撒切夫人的这个合影 那么他是他把这个话来传给这个英国的领导人 告诉英国说 如果你们不把主席回归 那我们呢 就是不惜跟你们一战 不惜跟你们一战 因为当时候英国人呢 就很傻 英国人傻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 这个就是 这个这个就是柯华先生 这个习近平先生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岳父 当时的撒切夫人比较年轻 这个照片等下放 哎呀老妈不要那么 走进把我的 节目录出来了嘛 抱歉抱歉 何老师我刚才一不留心 把这个技术 技术能力不足 一不留心把这个 相片给演到 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那些照片也不重要 还是把镜头带回来给我来讲 那么这个 当时候英国人比较傻 英国人傻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说 这个 因为 香港分两大部分 一大部分呢 是主群已经受于英国所有 也就是说 领土来讲已经是英国人的 大家都很清楚 一部分呢 不是英国人的 叫新界 新界除了我们现在讲的新界以外呢 还有 把九龙往新界那个方向走 就是接近深圳河的一部分的 九龙的地带 和现在的新界呢 是租赁的 租到99年到期 英国人就想去试探一下 我们能不能延长嘛 对不对 能不能延下租旗嘛 这一下子让中国人想起来 你不提这回事 中国人可能也不想起来 事 英国人 就就是 弄到这一点 然后中国人就同样开始研究这个事了 那么主要当时候的参与的就是柯华 参与的是柯华 但是柯华 廖城志 还有一批这个中国早期的这个领导人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呢 香港只是名义上的主权回归 其他的事情通通不管 什么外交啊 什么聚军啊都没有 就回归就回归了 这是香港加一个名字 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北行政区 我们就看看当年的廖同志同志 周南同志 这个龚彪同志 王华同志 柯华同志 都是这个探讨 都是这个意见和看法 1983年 这个柯华成功的完成了早期的中英谈判 但是郑小平觉得呢 柯华同志 虽然年纪比较大了 因为他比较年纪大 他处理的趋势嘛 处理的趋势 他是1915年生的 因为老同志要退下来 但是郑小平同志认为呢 柯华还要扮演重要的角色 所以柯华没有担任巨英大使以后 回到港澳办 仍然是港澳办的党组成员 港澳办的这个顾问 同时兼任两个中国的情报外围组织 一个是中国国际有联 一个什么中国友好协会 他只能为主 在里面扮演这个角色 一个是跟总裁有关 一个呢 好像是跟总政有关 很多高杆在里面扮演角色 但实际上呢 这个机构是呢 情报外交系统的一个外围组织 那么这个柯华先生呢 在里面担任这个副会长 那么这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他就是 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帮助完成 这个香港举行回归 帮助去建立 这个香港举行回归以后的 谈判的这个框架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习近平正好跟了 这个柯林林在谈恋爱 后来又是结婚 所以呢 两个人呢 在这方面的 这个使这个习近平 在中共现在的政治局常委 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甚至在现在的中央委员里面 没有一个中共官员 比习近平更早熟悉 和了解中英谈判的这个故事 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非常罕见的 很巧合的 那么柯林林这个人呢 这个现在网上 关于他的一些这个消息 我今天稍微啊 这个老马跟老马讲了 做这个节目以后 我就马上查了一下 我稍微查了这个十几分钟 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因为大部分的 关于柯林林的情况啊 都是假的 比如说 说柯林林呢 是1951年生 我就不知道柯林林 是不是1951年生 也有可能的 不是1951年生 如果是1951年生的话 他比这个 这个 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大两岁啊 习近平是不是1953年啊 马先生还是新歌 对吧 是1953年 对 习近平是53年 柯林林是1951年吗 未必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人说 柯林林是1951年生呢 是因为网上有一个人啊 也叫柯林林 他呀是1951年生 然后呢 他也是学医的 不过他呀是福建人 是福建师范大学 是福建医生议训业的 后来是福建师范大学的医院的门诊部的举任 他在中医方面有很多研究 那么别人一想 哎 你也差不多啊 对不对 1951年生 又学医的 柯华同志 也是 燕京大学学医的 对不对 这样一下呢 大家把他拼凑起来了 因为拼着起来 有人就开始编故事了 说啊 这个柯林林呢 到英国去以后啊 是在一个中医机构里面啊 在一个什么学校啊 讲授中医课程 然后评设还做一些中医研究 因为90年在初期的时候 中国的很多的中医杂志上面 有一些学习文章 临创实力的报告 上面写的是柯林林 对吧 然后有些人具体就开始 编各种故事了 说你为什么要跟习近平分手啊 哎呦 习近平这个人呢 都不洗澡 一声都发臭 所以我不能跟他待在一起 这人一看你看 杨家河出来的 土包子 对不对 不洗澡 想一想也是正常嘛 因为我当年 从这个郑州 从郑州啊 去这个西安 我火车往这个西北方向走啊 我人都已经绝望了 为什么绝望了呢 我就发现周围的那些人呢 住在那个海洞里面 就是窑洞嘛 对不对 那些西北西北人跟我讲啊 就是他们说 一辈子都洗不了几只澡 我们看看老马 不知道一辈子洗不洗几只澡 我不知道啊 但是是不是因为水比较困难 洗澡确实是不营业 是不是马先生 这种地域歧视和这种东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向你提出抗议 抗议抗议 这不是地域歧视 是讲这个西北的地方 垂水啊 怎么是抗议啊 我们是同情的 是不是垂水很少洗澡 你洗不洗澡 你怎么能是歧视的 有点不洗澡很干净 有点洗了澡以后 反而是有毛病 对不对 你这样说 我们的水再少 也会先把自己洗干净 不是有一些地方 听说西北有些地方 一辈子只能洗两三次澡 是真的假的 我们也听说好像 这个像南方的很多地方的很多人 每天就是说一年不吃老鼠的日子 也就是两三天 不不不 这个娘马师 你也顾问敏感了 我讲的是真的 听说就是西北 有些地方 你说你已经说过了 你说你是听说 这不符合事实 不有一些地方 我看了一个电影 专门他们去 去找了个冰回来 很容易你二三十里路 把冰润回来 为什么润回来 他们把冰藏起来 放在一个地方 原来它变成水 因为那个地方很缺水 对这样的地方有 但是它可能也就是 很少的一小部分 特别是您看到的 这一般情况 都是在陕北 或者是在宁夏省的 宁夏自治区的 一小部分地区 特别是海园 雇园 西基县这些吃酵水的地方 包括有些 还有一些其他的 靠稍微靠北一点的地方 有这种情况 但这种情况不普遍 并不非是如此 中国的其他 可能又都源自于西部 所以这个说法 我也不太相信 我在这儿老马很干净 比我干净多了 对不对 对吧 但是就是有人就说 说这个习近平不洗澡 然后呢 就说 他没什么理想 没什么理想 然后说这个柯林林 到了英国以后 习近平跟他打电话 打电话柯林林就不接 不接号的关系 就这么断裂了 就是网上有这样一段文章 甚至有人还说 访问到了这个柯林林 柯林林他接受访问 讲了一通 他在这个 这个英国生活的情况 但是事实上 根据我 跟接近柯林林的人 告诉我 首先第一个 柯林林不是学医的 这个就大 这就相差大了 告诉第二个柯林林 不是1951年 那为什么会出现 1951年和 和这个 他学医的这么一个传说出来呢 就是耿着大家打的 马先生 你可以马上打一个叫柯林林 是不是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好的 我马上查一下 第一个话题 你已经说了半个小时多了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节目 要说到几点钟 OK 那我讲的这个意思 是第一个话题的意思 就是说 习近平在中共高层里面 从中央委员到政治局 到政治局常委 这个陈正明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 比他更早的 了解 接触 这个香港的这个事物 就是因为他的 第一个妻子 柯林林的 这个父亲 柯华先生 恰恰是呢 中国的巨婴的 这个大使 后来是港澳办的顾问 那么在家里面也好 在平常谈话也好 很多事情就涉及到了 香港事务 而习近平的父亲 习正孙先生 是中国经济台区的 最主要的这个创始人 在早几天有人拍马 早几年有人拍马屁 拍马屁讲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改革经济台区 旁边坐坐华国芳 和郑小平 然后有一个老人 就手一指 那就是当年的深圳 对吧 所以有人说呢 这完全是跌造历史 因为他们并不了解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习正孙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其实不仅是习近平的父亲 习正孙 任正宜 这个吴南森 这个 这个这个还有什么 向南 这样一批老同志 未来我们会慢慢呈现在 这个我们的明镜的这个 这个节目中间 让大家去了解历史 中国的经济台出的 最开始的推动者 除了像习正孙先生 这样的元老人物以外 还有江泽民 江泽民 所以有人因为是吹牛逼 其实不是的 是真的 因为江泽民当初是在 中国什么 进区考什么什么文会 是什么什么外资文会 那么其中就是呢 跟深圳有关系 那么习正孙 当年之所以搞这个 所谓的深圳台出 其实这开始不叫深圳台出 就是工业加工区 那么主要就是呢 因为当年广东的很多人逃跑 逃跑跑到香港去了 那么青壮年逃跑以后 习正孙就是去到保安 这些地方去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以后呢 就说这些人为什么要跑啊 到底就是干什么 那人家就说了 在香港有很多这种工厂 打工 很精彩 结果 第一种工厂 一种工厂 那 一种工厂